哇 今天超冷啊 不知道我的相機能不能知道 現在有我的相機 舒服啊 這些扔進去人家都會似的 不要啊 羅宜 不要跑 喂啊 這些風景真的用眼睛好好記錄 早晨是這麼多 我們今天吃了個早餐就準備出發 今天Kagory又下雪又大風又負十七度 哇 今天超冷啊 下雪下到天氣是白茫茫一片 我們前幾天都看到南天白雲 不知道我的相機能不能頂得住 現在有個相機 好了 我們終於來到Bang的單攤了 哇 雪在飄進來 今天應該是我們來的這麼多天 最冷的一天 很大雪和大霧 那裡其實是一個雪山 但現在觀眾看到那裡應該是白茫茫一片 那裡也是啊 前後也是啊 這裡是被雪山包圍的 哇 超大雪啊 你看到嗎 它的風景面是會令你有一點窒息感的 是窒息啊 你那一刻吸不到氣 背著走 我因為我的手硬了 都紅了 我們一會兒吃點東西之後就會去Lake Louise的湖 夏天那湖是有些人會撐雪 但現在冬天應該已經結冰了 好了 出去了 我們剛剛因為實在太冷了 說話也呼吸不到 好漂亮啊 清了 我們看到雪山了 我們今天算好的 因為我們明天就走了 下個星期會浮到真正浮山室 現在天氣溫度都是負濕濕度 好漂亮啊 前面神經病 一幅畫 我想說這些風景真的 相機是拍不到的 拍不到那種美 你要親眼看到 前面有火爐 好舒服啊 我眼睫毛的雪融 介紹一下這個是加拿大的麻將 它們的尺寸是外國人尺寸 對呀 很大隻呀 很肥呀 魚粒粒的 這裡所有動物都像冰鮮 冰鮮長 冰鮮長 但是我們就沒有租溫泉旅館浸了 好了 我們下一站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 後面是一個雪山 然後這裡就是那個酒店 這個酒店大家可以過來 預訂這個700元 好像是700元 一個套餐 但我們來到就沒有預訂了 打算直接去後面那個湖 那個湖是很有名的 在那麼多個湖裡面 他們說是最美的 如果大家預訂這個酒店 你們就可以天天看著這個雪山 哇 薑餅 好誇張 就是模擬雪山怎樣圍住他們的酒店 哇 這個就是後面那個湖 你們現在什麼都看不到 一百望望一片 起碼可以放晴 像剛才那樣看得到一點 其實你會看到很大座山 這裡又沒有下面那麼大風 你拿到一塊球 我想吊你的 我找到一個機會吊你 為什麼你拿到的 我拿起一塊 是嗎 是嗎 它是一塊 為什麼要弄雪人的 我想弄雪人 這裡是一個ice bar 裡面是有些冰雕在裡面 冰裡面喝酒 好 好鬥的 哈哈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 那個湖那裡已經結了冰 有很多人在上面流冰 像我們在香港在商場裡流冰 他們可以在山與山之中流冰 有馬車 我發覺在這裡的動物都不怕冷 我們昨天去了牧場 然後有三隻狗 它不是什麼雪囂的 它們都是冰天雪地 就這樣走尺腳走 都是OK 而且我摸上去 它是冰凍的 外面如果你想流冰 在酒店那裡都可以租鞋 就好像是100元加紙 就可以留一個小時 但是我們是連冰都不懂得留 就沒有租到 流冰的時候都要扶著牧場 一下一下 你這裡沒有扶手 真的走不了路 我們真的很想玩 但是我機器自己不值這六百多元港幣 是我自己不值 而且真的很冷 你能不能留到這裡一個小時 不能留 我們其實已經在這個湖上面了 我看我流冰霞但是滑在這裡 真的好滑 好棒 你整個帽子都是雪 全部都是雪 這個帽子 這是什麼 冰 你們是玩雪球還是冰球 你看我妹妹 已經在這裡堆著雪人 不知道要怎麼弄 這個是冰 你是不是想弄一個球 對 怎麼弄的 給你 你不知道 為什麼人們可以搓到一個圓形 搓到一些散了的東西 諾兒很開心 我拿不到 不要拿這塊了 諾兒 太大了 傻子 其實這些扔到人家都會死 不要啊 諾兒 不要哭 喂諾兒 大家看看我們的背景 根本是沒有背景的 我們好像 白色的後面 我們好像退了地 諾兒 夠了 不要再拿自己的東西 我想丟你的 我找到了一個機會丟你 我們把鞋子全部進去雪 我物裡面全部都是雪 死定了 一會兒一定會濕 你想拿著雪球做什麼 回國做手心 不是啊 叫阿威有沒有觀眾想要 不是啊 放在門口 一會兒我要拿回的 一會兒我會收回它 OK 有完再見過雪球 我們去酒店休息了一會兒 準備出去了 很冷 我想說我的手機濕了 然後我的頭也濕了 Touchwood 還說怕我的相機難 但是 幸好它好像都OK 嘩 嘩 嘩 它又清了一點點了 嘩 現在有藍天啊 嘩好漂亮啊 現在來 現在好漂亮 我的雪球 在未來這麼嚴寒的地方的時候 我還在想 死了 死了一定死了 其實真的沒有想像中那麼冷 我想我想像中那種冷 是好像香港那種濕冷 但是來到這裡是很乾爽 基本上你只要穿夠衣服 就可以了 我要帶這個風景給大家看 好傑而不捨的在做波長 真的有的 你看看 大了 喂呀 哈哈 我只是弄到這塊了 我弄不到第二塊 哈哈哈哈 不是呀 我看鏡片的都是這樣 越滑越大的嘛 是這樣滑下山越滑越大的 可是它不滑 是不行的 騙人的那些 不要再相信了 不要看那麼多那些 這些風景真的用眼睛好好的綠低 好想在夏天或者春天的時間來多一次 在這個湖這樣放眼出一定是更加美 它一直去到那邊呢 還是有山的 但今天因為有煙霞 都蒙了 幸好這次來加拿大要去這個地方 雪球都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容易砌 散到 啊 好想啊 怎麼停了啊 不要緊 我們馬上不要按 阿塔急救班 阿塔 可以走啊 看起來像小妹妹一樣 這個是我們公司人吉拿大砌的唯一雪球 但其實也不可以說砌在地上 我懷疑它裡面是石頭 它是冰 我們在這個酒店穿了出去玩了 一會兒已經天黑了 這裡就四點開始天黑了 你看外面的天氣很暗 好 再見 我們回去了 臨走前再給大家看看好不好 這邊也很漂亮 是不是很棒啊? 好棒 真的很棒 真的是-20度了 很冷的 我們前幾天只是幾度而已 今天差不多是-20度 阿嘉廷贏了啦 我們剛剛寄存完行李了 對於來這麼遠的地方 我們玩六天也算少 不過也夠了 體驗完畢 我們最大的快樂就是去玩雪 今天的氣溫是-23度 我們第一站就是去OLED 今天爭取時間多走兩轉街 第二就是去Costco 他們這裡有很多三折 五折 你看樂已經拿了一折 我拿了這個OLED 本身就要129 價錢 但如果它有半價 計算是三百多港幣 聽聞我妹妹唱了錢過來 都沒有買過東西 就是買一杯Coco的 對 買一杯Coco的 請問你會不會血洗這個OLED呢? 我真的看中才可以 難怪那些人說來到這裡才買用 很棒 如果是這個價錢是不是真的? 然後我們來到這間有點像日本的雜貨店 Kurumi的頭飾 有很多Kurumi的東西 這件好漂亮喔 這間東西我多喜歡 55.9 給大家看我剛才買了什麼 我買了Kurumi的頭套 這個很可愛 第二就是這個 也是Kurumi的 就是現在很流行 放在手上那些就是手袖 知道自己會不會戴上 但我覺得很漂亮 然後就是兩副眼鏡 第一副 這個是粉紅色的SumSum 它還有有Kon UV的 14.9加幣 下一副是紫色的 也是SumSum 但是它的SumSum是融融的那一款 也是超漂亮的 我買了這個鏡帶 然後買了這個 扣在耳朵上面 超漂亮的 每個人都在這個不知道什麼品牌 買東西的時候我們找到 雜貨店 Good 好 我們下一站就是來到Cospo了 Cosco是一個比較大型的超市 進去就像貨架一樣 外國人 這些傢伙都看到 去哪裡都是開車的 所以在車市場 它是給家庭 一個星期來一次 帶來進貨 所以裡面是超大的 我們剛剛進來 原來進來Cosco 是不可以拿任何紙袋 而是這裡有的貨品 你也不可以進來 可能剛才買了Outlet的衣服 或者一些產品 你也不可以進來 只可以拿手袋 電視機啊 水機啊 我開始以為它是買零食 超市場的那些 這什麼都有 超大 這裡太多東西了 你看你多小 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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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有 這麼大袋 這麼大袋多少錢 7元 很划算 香港一個包都要10幾元一個 它這麼多40元 我看這個手信 對於你這麼窄來說 你買這些就真的差不多 很重 很大 裡面直接切給你的 對 像走進雪櫃去找東西吃 這麼厚 對呀 香港我想是這裡的一半 這裡是雙倍尺 基本上你日常需要的東西都有 花也有 野食也有 衣服也有 美衣也有 好啦 很快速的帶大家走到Costco 我們就要趕飛機啦 下一站就要回到機場了 就好啦 其實還有很多地方還沒帶大家去看 但我們趕時間啦 哇 那個涼風 看我的機器多重 18都不過 好啦 我們現在剛剛上機 這班機延遲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我們現在就飛溫哥華再轉機 早安啦 各位 本來我們打算回到香港再跟大家結束 但我們等不到 因為我們第一層機已經延遲了 想不到來到溫哥華回香港的時候 我們現在要等九個小時才可以回到香港 所以我們決定現在要跟大家結束這段旅程 我們現在是這樣 中間14個小時才可以回到香港 是啊 好啦 那金湯加拿大的旅程 就到這裡 下次再見啦 睡覺啦 睡得像啦 真的睡得像嗎 這裡真的延遲初體驗啊 延遲這麼久的初體驗 哈哈哈哈 我剛剛是這樣說的 哈哈哈哈 我給你的愛寫在心眼前 深埋在米索不達米爾平原 哈哈 即使的世界要出途發現 你本身的自己依然清晰可見 哦 我給你 來吧 看看 我吧